欢迎美国环游世界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向东 很高兴给大家说一说张飞妹 张飞妹是没有抗住黄宝强 黄宝强又是与刚出关的小芳约会了 小芳还唱了一首歌 一种思念的歌 然后还踩了路边的野花 给了黄宝强 黄宝强也不敢接 他也不敢要 他也不敢接 他害怕出问题 但是实际上已经出问题了 很多的不能经受这种考验 让大家觉得说 为这个几个女孩子 觉得感觉到不值 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拥有自己的幸福 不知道为了一个黄宝树 而失去整片森林 小芳就表现的就是很没有这种自信 小芳说 我不会有人喜欢我这样的吧 其实是有很多的朋友 很喜欢小芳这种 就是一个好好的女孩子 如果爱她的话 你就是真心的去爱她 而不是去给她一伤害 让她觉得 没法办 什么事情 怎么办呢 怎么走呢 怎么看呢 就是让人感觉到 这种无奈 涌现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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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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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是祝愿我们喜欢的张飞妹小方 还有这个各个样子的女孩子能够找到处于自己的幸福吧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大家 谢谢收看 下次见面再见 拜拜